台股依旧大幅震荡 贵买指数下跌 已经回测季线了 大人哥 手中的持股 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就请看 今天排行解盘 欢迎收看远者无敌 大家好我是诗伟 在我身边的是 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诗伟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节目的一开始 还是要先邀请大家 赶快先加入 大人哥的Liat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Liat跟Teregrim 都是同一个账号 邀请大家赶快加入 除了每天早上7点钟 有大人哥的 排骨盘前解析 7点准时送上给大家之外 所有的加入都是免费的 重点我们前几天 才提到的一档标股 安吉 今天就涨停板了 等会大人哥告诉你 他厉害在哪里 另外也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现在 正在看我们的YouTube的话 我们订阅人数 已经逼近2万了 就差一点点各位数字 请大家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而且我们下方的留言 是完全开放的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都非常欢迎您 可以请教陈坤仁分析师 欢迎大家一起来 帮我们充斥一下人数 好我们赶快来问一下大人哥 今天台股在高档大幅的震荡 尤其是贵买指数下跌的幅度更大了 贵买甚至已经回测到季线的部分了 手中有中小型股的朋友 该怎么办 原哥帮我们做一下剖析 好 那思维好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 因为其实今天的行情 大家看起来应该觉得是 怎么又是一个大幅震荡的行情 对 所以目前大家手上的持股来说的话 我想今天的节目可以跟大家分成是三个面向来跟大家做说明 好 会分别从所谓的提债股 会从所谓的趋势成长股 会从所谓的全职股来去做一些相关的因应 因为现在目前行情真的是不一样的个股有不一样的走势 所以你先确认一下你现在手上的持股的一个状况 然后再来看等一下一个行情的部分 好 那但是无论如何 刚刚思维所说的 请大家先把手先把它动一动 你先把你的LINE和Telegram先来做加入 因为我讲得很清楚 我讲得很明白 我不是那种一个就是每天涨停涨停再涨停的分析师 我会用很多很多的数据面 我会用很多很多的一个逻辑的分析 来告诉大家 现在目前的行情的看法为何 那我会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是接下来我们正在走的一个行情 我已经重申好几次了 真的不是资金行情 真的是叫做是投资价值浮现的行情 所以大家必须要先确认一件事情 是你现在目前手上的个股 要是今年度能够持续趋势成长 展望依然乐观的个股 那如果你用这些个股的话 其实你的手上的持股 你就不用特别太担心短线上面的一个震荡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如果发现一件事情是 每天早上我先把这个开出来一下下来 这是每天早上盘前 在我的Telegram和Line 你都会收到第一者的免费的盘前的提醒 那这份提醒的话 其实你在每天早上7点左右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我就直接及时来去做奉上 来这是今天早上的7点01分 来这是今天 来2021年的1月11号的盘前提醒 那这边来说的话 我跟大家讲一些行情的看法 还有跟大家讲一些关盘的重点 比方说我跟大家提醒到 因为其实昨天的就是1月10号嘛 那10号的时候是所有的12月份的营收 全部公共完毕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之亮丽的 12月份的营收 因为全体的上市柜有4.06兆元 它是全年度 会让第四季都有同步写了所谓的历史新高的 那当然我这边也做了一个评论 那这每一个评论都是我自己对一些相关的分析的看法的 我这边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是 2022年的基期老实说真的被垫的比较高一些些了 对 因为去年是走在一个高度一个成长高度一个复苏的 所以难免在去年的一个高成长状况来说的时候 今年会是一个基期偏高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今年基期电高的状况来说的时候 会是走一个所谓的景气复苏的一个投资价值的一个年度 所以这部分来说的话 在我们每天的盘前解析的时候都会跟大家做提醒 那是起一 那在昨天的盘前提醒的时候 你会看到我其实对一个行情 对一个族群来去做一个送暖的动作 那这个族群来说的话 其实今天你会发现说 今天刚刚四位所说到的 安吉已经今天涨停板了 那这是我昨天的盘前提醒 这是1月10号 放大一点给你看来1月10号的盘前提醒 那你要看一下 恭喜我们的粉丝 我们的安吉今天涨停板 是那这是昨天早上7点的时候 这真的是每天每天在分享给大家 是完全免费的 那我这边有讲到的是 因为其实发现一件事情 来2025年的再生能源发电比例 真的看起来 我们国内的政策是非常非常的 积极要想去做推动 可是老实说真的很难很难去做达标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 各个三大业者的订单 都有那种类似像是政策性的引导 然后政策性的一个推动的方式 比方说像是 来这边我讲到的元金 然后讲到的是安吉 甚至讲的是茂迪 那我比较少去提那个 因为我好像前一阵子有人问我什么国硕之类的吧 那些相关的个股 它们真的是属于一种提材面的个股 那我在解释一些行情 或者在提醒一些个股的时候 我尽量去找一些真的有所谓的基本面的个股 去做一个说明跟分析 所以我看好的部分 我很坦白讲的 我看好的部分的话是元金 更胜于安吉 然后结果没想到 今天的安吉竟然六四四七 竟然是六四七七 等我交 来 今天的 今天的安吉是涨停板的 非常恭喜安吉 来 就今天的安吉 竟然是一个涨停板的那样动作 我发现一件事情是昨天我们喊出来的时候 那今天的话就做创高涨停 虽然盘势在去做震荡 那虽然好像看起来 行情不是那样的一个乐观 当然蛮多人像这样看法的 但我觉得这样目前来说的话 依然有很多很好的 今年度2022年趋势成长的个股 正等待着所谓的拉回挫杀之后的更好的买点 因为过去的太阳能 它就是属于一个杀架竞争的太阳能 尤其是中国大陆那边的一个上游的部分 它就细节的上游 然后去对我们的国内台厂去做涨价 甚至或是他们整个产业来说 都比较牵向于杀架竞争的那样的现象 所以去年很辛苦 可是他们一些产业相关的部分来说 已经是改善了 然后结构已经改关了之后呢 其实这些相关个股跟这些相关的行情 会是大家可以留意的一个方向 所以这是安吉 今天涨停板 那我为什么说 我特别 我比较看好 因为我比较没有那么看好安吉 结果它今天去涨停板的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如果你有看一下 六四七七的安吉的话 你会发现说 其实它前几天 有一根那种爆量的常常的上影线在那边 然后结果没想到 不知道是不是我喊的 反正它就是一个产业 已经有改关的太阳能的产业 所以今天安吉去涨停板了 那这个都会在我们每天的 早上的盘前的提醒的时候 来去做分享给大家 那比方像我们昨天又有说到说 像是台积电跟大力光 然后也会召开法说会 这个等一下有时间再跟大家来做相关的说明 那回到台股的部分 或者回到我们那个 对顺便讲一下 YouTube频道也记得要做订阅 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只要到一万两千人的时候 我就会再分享精选的个股给大家 那因为其实目前来说的话 我刚刚看一下人数已经在十人以内了 所以很快的我们就会到一万两千人 请大家赶快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是然后昨天也有人在我们YouTube那边留言说 那那个大人哥玩股在哪里啊 那我们就赶快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 你可以看到一个所谓的影片的清单 然后上面的话就有大人哥玩股 那昨天刚好就跟思伟来开拍 就是五党获利成长 然后价值浮现的趋势成长股 那我想就把这一个 这五党很棒的个股 你可以直接到我的YouTube上面去看 然后呢就把这五党个股来分享给大家 那我很讲坦白的哦 这五党个股我用所谓的趋势成长股 跟所谓的价值浮现股来去做说明 我不会用标股来去做他们一个论述 原因是因为这些个股 他们都站在今年获利依然对去年来说 有成长的轨道 那这些相关的个股的话 也都是产业的相关的龙头跟指标的大厂 所以要标很抱歉没有 但是要稳他们会是一个 大家可以去做留意的方向 所以这个影片已经上片了 所以如果你有订阅我的影片的话 你可以直接就看可以看到这个影片 而且我觉得最吃惊的是 仁哥我想补充一下 昨天仁哥提到这五党获利成长股 他们全部都是预估呢 今年会比明年还 今年比去年还要来的更加赚钱 重点是他们本益比都不到20耶 超便宜的啊 电子股然后本益比不到20 而且都是全职而且都是龙头 都是产业的大厂哦 我整个笑歪了 嗯 没错 那因为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法人预估今年的获利的那个Excel表 那那个到目前为止的话 也都在我们的LINE跟Telegram上面 是免费分享给大家的 所以这些相关内容的话 都在我们的平台上面是分享给大家 那当然 那如果想要索取的朋友 还是要请大家赶快来加入 当然一个的LINE的小老鼠 DAR1N888 好 那然后但是还是要再次重申一下 就是我们在讲行情 在讲个股 在讲产业的时候 我只会讲趋势 千万不要问我说 那个哪一档个股会涨啊 还有哪一档个股的买卖点是什么啊 这个我没有办法讲 我真的是基于法规 基于会员权益 这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的公开场合 然后对非会员的部分来去做说明 但是有一些相关的个股 跟相关的一些题材的话 我会把一些好的股票 跟好的趋势的方向分享给大家 好 以上是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有关于 在大人哥的YouTube频道的大人哥玩股 今天影片才刚热腾腾的上架了 所以请大家赶快的去订阅按赞分享 以及开启小铃铛 里面有五档的趋势成长股 要送给大家 好 那接下来呢 要请人哥来帮我们稍微的分享一下了 今天早上的美股呢 其实是涨跌互建的 原本以为呢 天啊 美股应该跌定了 结果没有想到呢 美股的科技股在尾盘的时候拉抬 急拉 所以呢 费城办法底指数跟 纳斯达克指数呢 都是上涨的 当然是小涨小跌啦 但这是不是也因此影响到了 台股的部分 有请人哥来帮我们做剖析 好 那行情的部分 我相信大家应该最近蛮 就是蛮震荡 蛮想知道现在目前的行情看法的 那我现在目前的行情看法 跟之前其实叫做是一模一样 完全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那今年的行情来说的话 再次重生 资金行情已经不在了 接下来的话你会发现说 在每一次拉回的时间点的话 你都会发现有一些趋势成长股 被拉回之后被错杀 然后错杀之后买得更低 更好的买点 所以这个是现在目前 跟大家去做定调的方向 那如果你看今天 应该说昨天晚上吧 因为我在睡前的时候 还是会看一下美股的习惯 就你发现说 哦 那个怎么会 那个什么 那时候竟然跌了2.7% 然后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怎么拉一根长长的下引线 就这个 那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这个时间点的话 就像这样的行情 因为只要是超跌 或者说只要是因为 一些短线上面的震荡 而有所拉回的时候 它自然就会有一些买盘 去做逢地去做介入 那当然最近行情 比较偏震荡一些的关系 还是在于FED 要去进行所谓的 缩表的这样子一个预期跟动作 那这是第一次讲 就像之前 它在第一次讲 所谓的购债减码的时候 或者是说 它在第一次讲 所谓的要去做升息的时候 那时间点的 全球股市都配合着 FED这样一个看法 去做一个短线上面的大幅震荡 那这一次 它又用了一个缩表的这样子一个议题 然后让短线上面的一个美股 有一个大幅的震荡 那所以这个其实都在我们 昨天前天的节目 还有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大人购管股 都有跟大家做一个相关的说明过 所以这个我就今天把它快速pass过去 那因为接下来的行情的话 会是每一次每一次 都有这样子一个预期 然后每一次预期之后呢 就发现说 那我知道了 好反正都知道了 那大家都知道了 然后就行情去走向一个回稳的过程 然后温温的再去做一个创高的那个动作 所以这是现在目前的一个行情的看法 那当然今天的台股比较麻烦一点 那我所谓的麻烦 我讲很坦白啊 因为其实今天 你一看就知道了 今天就要拉台积电 我最后一盘这个台积电哦 我们刚刚看它 最后一盘它有买超了7600多张 那如果你换算那个金额市值的话 会发现说 其实你光这档台积电往上拉一下 这样这个尾盘的动作的话 就花了50亿的资金 这种绝对是 我常常感觉 这一定是外资要往是互盘的资金 去做进场的啊 因为你像今天台积电这样一拉上去的话 就贡献的点数 87568864大概就是大概60点左右了哦 然后呢另外的话2882的国泰金今天涨了2.4元 然后那个富邦金的话2881的富邦金今天涨了4%多快半根涨停板 这种全职股大牛股突然去做拉高的这个动作的话 其实就是真的是护盘的动作 那护盘其实就表现的叫做是政府的一个决心 因为行情这个时间点它不会让它太难看 那这是现在目前的一个大盘键指数 今天中场上涨了48点 然后呢这些成交量的话 维持在一个近期的一个相对低量 就是在3000亿左右的这样的行情 然后可是现在目前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 叫做是贵买指数 中小行为组的指数 因为内支阻力的关系 因为内支阻力他们可能在 因为接下来要准备要去做一个过年长假了 所以他们反而在这一次 因为FED所谓的提前的缩表这个动作的时候 他们也就是说做一个提前去做一个调整的动作 所以今天的贵买指数 那来来 今天贵买指数的话下跌了1.6% 而且刚刚事后所说的 今天的贵买指数已经去回测到了一个贵 就是季线的这个附近 是啊 所以其实它跌的比较多一些些 那我也很坦白跟大家说明 那这个时间点的话 其实就在走一个叫做是超跌 或者是说提前资金去做退场 让这些相关的个股去做一个明显的回档 甚或是说回超过一个基本价值的这个时间点了 所以我们回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其实我们刚刚前面所说到的 今天我要把那个相关的题材跟所谓的全资股 跟一些趋势成长股把它分成三个面向来去做说明 那为什么要分成三个面向 当然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我讲很简单的 全资股 这时间点依然带着所谓的护盘的角色 所以这个时间点的台积电 当然是功不可没 那这个时间点的话 你会发现说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需要台积电的时候 就会拉它一下下 可是呢 你如果看到之后 就是资金轮动到一些中小型的个股的时候的话 台积电它又要去做休息了 所以台积电 去操作台积电比较没有资金效益的看法 我觉得是依然没有改变的 那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 当然需要它 所以难免它这个时间点的话 比较就稍微活泼一些些 然后可是如果这个时间点的话 我可以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你试着把你的 现在目前的手上台积电 然后当然 我不会说什么 什么冯高获利了结之类的 但是这时间点的话 你可以试着去做一些持股的调整 那让你的手上的持股 冯高有一些去做一个 更活化运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讲的比较保守一点点 但是我讲的比较更坦白一点点 应该大家都听得懂 没错 睿林应该听得懂吧 我们的老朋友 是啊 因为你看这个台积电 它今年这个高点在669 然后去年的高点在679 所以这是即将要面临到的一个上涨的反压区 那拉完了指数之后 而且还没有突破 是啊 那拉完了指数之后的话 它难免遇到一个反压区 那这会有一个比较 就是全支股的一个因应之道 因为互盘的时候 他们就会拉一下下 那拉完之后的话又要去休息 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的话 是要说是提财股 然后因为其实你会发现说 其实我们昨天讲了提财股 讲了一些 跟大家做一个相关的风险的预警 跟提醒的部分 那昨天的节目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说 有 昨天大人哥踩在盘中一直提醒 结果今天呢 他就纷纷的都跌给你看了 所以大人哥的提醒 真的是很用心良苦 好 那这个是昨天1月10号的影片 那你就看一下 大概20分左右的时候 就跟大家说过 你看像昨天恒大 还在涨停板 那可是我昨天也跟大家说过 就是不断跟大家提醒 你就发现说恒大 它其实2021年的第三季 已经是正式的游淫转亏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口罩 都是一个充足无余的 那我们真的很感谢 现在目前的一些 相关的防疫的政策 就是它是一个 有纪律的一个部分 那你会发现说 其实这几天 依然还是有一些 就是疫情的一个数字出来 那可是你会发现说 其实你会发现今天的一个相关的 所谓的疫情的这些相关的个股的话 一排都跌停给你看 所以这就是我们之前不断跟大家提醒到的 那种技术 应该说题材面的个股 它短线上面 虽然你可以用所谓的技术面去做操作它 可是如果真的当他们回到所谓的基本面的时候 你必须要被严格的严谨的检视 他们有没有基本面 所以你看这种快晒世纪的亚诺法 然后什么辣椒 之前那个都 游戏股 辣椒Oh my God 然后还有网龙 ABC网龙大众控 然后那个什么毛宝康纳乡 然后这边也有那个排名 当然这是跌幅的排名 你会发现这些都跌停版了 只是有的跌9.9多% 然后跌的跌10% 连这项目的家里大融也是跌停的 对啊 那物流的部分 因为它今年的获利 其实没有办法支撑它现在目前的股价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这些相关的个股的话 当他们所谓的题材面散去之后 虽然疫情依然有 可是当题材面散去之后 资金一散去之后 他们会快速的重挫给你看 所以这就是现在目前题材股的一个部分 你必须要面临的部分了 所以全资股 我觉得可以试着去做一个 那个更有资金的效率 那题材股的话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那个快来快去的股票 那但是如果在接下来的话 是要是趋势成长股 那我再次重申 最近的行情真的是属于一个 资金比较属于 在短线上面的资金有去做测厂 或者是说就是调整的过程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今天的贵买指数 或者最近的贵买指数 它比所谓的大盘加权指数 更弱一些些 因为今天的大盘加权 它依然还在月线之上 可是贵买我们刚刚看到的 它已经去做回撤季线的动作了 可是它其实就 我觉得不太 就是它是一个比较 挫杀之后更好更便宜的这个定调 是依然没有改变的 那举例来说 我讲几张个股 其实我们最近跟大家 到底是谁被挫杀 谁太委屈了 是啊 人哥要来替他平板一下 请大家一定要留意这些个股 对啊 那比方说第一个 我们还是回来到 所谓的金元代工 IP的这一块 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因为所谓的IP 它一定是在一个趋势成长的 这样子一个方向的 因为它受惠到金元代工的产能满载 它受惠到金元代工的趋势成长 所以这个族群 IP的族群 它今年一定会是一个乐观的族群 因为通常他们都是用营收来去计算 所谓的IP NRE那种授权金的收入的 所以这样状况来说的话 你会发现说 其实3035的资源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啦 10月的时候 你买下去之后就翻一倍的资源 那它当然是短线上面创高了 所以它短线上面创高了之后呢 它就到了12月中下旬的时候 它到255块 那我也跟大家说过了 你不会看到有任何一档股票 就一直涨不断涨天天涨 那你不妨等这种短线超涨的个股 拉回之后 拉回首稳之后 它都会有更好更低的买点去做切入 因为它怎么样也是一档趋势成长股 然后如果你去看一下它的营收 其实我觉得它营收非常非常漂亮 因为你看这里 这里12月份的营收是9.34亿元 然后月增5.5% 年增有到98.5% 当然单月的历史新高 然后第四季的话也是历史新高 那那个所谓的基本面很好的公司跟个股 在短线上面因为所谓的资金面向的调整的关系 带来他们的一个挫杀之后的一个更低更好的买点 那我们就等嘛 那就等这个相关个股挫杀之后 那我没有叫你这个时间点就去跳下去买资源 这边可看起来有点像是测济线的那种感觉 那种这种个股的话那个测完之后或者达一个不错的底部之后的话 它后续的一个更好的一个更安全的进商点就会浮现在那边啦 所以这是资源的部分嘛 我没有想到那个12月第四季还有权力营收都创新高的个股 还会被测杀耶 有啊 天哪 还有啊 那个联发科也是啊 联发科刚刚公布营收啊 他那个公布了12月份营收我也写到我们盘前提醒这边来 那他也是被测杀啊 我讲很坦白啊 就是他每次都很委屈啊 放大给大家看 来台积电 当然台积电它是互盘工具啦 12月份营收台积电的营收 昨天有讲过了创下历史新高 因为涨价因为产能满载因为先进制成 那预估来说的话 法人觉得他今年就是今年的第一季 依然会去做创新高 那联发科 12月份营收很棒很棒啊 462亿元 然后月增2.6% 年增了42% 然后今年的历史第三高 然后呢今年的全年的四大产品线都会成长 那你会发现说其实这些相关的个股 联发科他没有那个 他的12月份营收没有创新高 但是他的全年 去年全年的营收 有创下历史新高 那可是联发科他就是一个 就是很委屈的联发科 你就发现说他在创高然后拉回的时候 他这时间点又回来到 大概接近1000块附近的位置了 那他今年依然趋势成长 然后呢他依然今年是一个 非常产品线是成长的状况 所以他就是一个趋势成长的联发科 那当然回来到所谓的第三种 要是趋势成长股 如果错杀拉回之后 有更好的买点 那另外一个个股 我快速讲一下 因为时间又不太够了 来6182的合金 这我已经讲好几次了 就是细晶元今年怎么样都是一个 所谓的超级循环 因为他也是受惠到晶元代工 那我常常说 你买台积电 买联电 你不如买因为他们而受惠的 相关的族群 是的 那设备厂也好 那不过设备厂 我要跟大家提醒的 就是说有一些个股 他们会在礼拜四 台积电召开法说之后 恐怕会有短线上面 会利多出镜的像现象 所以这些相关的个股的话 你稍微留意一下 这种所谓的法说 或者这个效应 我们之前跟大家提醒过了 万润这种也好 然后呢 星云这种也好 他们都会面临到这种 短线上面的资金的调整 但是趋势来说的话是OK的 那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IP 然后顺便在最后再讲一个 6182的合金 或者像是6488的环球晶这种的 他们这种个股的话 其实契金源 今年都是依然展望乐观 那这些相关个股的话 当他们在拉回或者错杀之后 都会有更低 然后更好的买点去做切入 所以回拉到今天行情 依然震荡 那短线上面 你可以把握到趋势成长的 超跌个股的买点 然后你可以把你的那个全职股 如果你手上还有全职股的话 你可以试着在他们 在拉抬的过程之中 互盘的过程之中 去挑一些个股 来去做一个更有效率的运用 那如果是题材个股的话 那题材个股当他们散去之后 面临严格的基本面的时候 你自己要去面对这种所谓的 你如果去做追高的话 你恐怕会有一个 不小的这样子一个损失出现 所以今天的一个行情 跟个股的部分就分享到这边 好的 当台股在大幅的震动 尤其是贵买指数 已经回测到季线的时候 反而会带来错杀的好买点 你正不晓得该如何处理你手上的持股吗 或者是你想要趁着这一次震荡 赶快的积极来逢低布局 那就请你加入陈坤仁分析师的会员 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 Liant小老鼠 DAREN888 可以私讯大人哥 加入之后 请记得留下你的姓名跟手机 以及主动送个贴图给大人哥 会是大人哥本人亲自回复你 您可以问他的任何有关于 加入我们获利会员团队的方式 来详细的做询问 甚至你也可以就手上的个股 来跟人哥做交流跟讨论 最重要的是 希望趁着台股在大幅震荡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把握一下 超跌的买点 记得大人哥要赚就要赚 大波段的 所以当冲隔日冲 不是我们的操作手法 我们也没有天天涨停板的 但是稳超胜券的 大波段的操作方法 非常欢迎大家 一起来加入我们的获利会员团队 或者是可以拨打电话 0800668085 不要忘记哦 赶快去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在我们的大人哥玩股的影片当中 五支趋势成长股要送给大家 谢谢人哥 谢谢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